林梓健被警方拘捕了通宵扣茶 原本有消息傳出 他今天下午為一至黃昏有機會保釋 現在還未出來 另一個消息說 今晚保釋的機會是極小的 繼續落口供 繼續去問 繼續去扣留 警方真的很好招呼林梓健 因為在大焗嘴 林梓健媽媽的家附近抓他的時候 所有的傳媒都到齊了 以前警方的這些行動很少這麼高調 通知了傳媒 甚至有些可以做直播 林梓健的手放在後面被扣上手扣 全程很清楚地拍照 整個過程 押下車押上車 就是這樣 另外我覺得有些奇怪的 林梓健的樣子 可以用泰然自若來形容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不會被揭發了做假 而感到很驚恐 被警方拘捕 拘捕 扣留 審訊 將來可能有機會判坐牢 等等 他的樣子完全沒有任何的 經據那種感覺 反而好像信心滿滿 這個令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不知道各位觀眾聽眾有沒有留意到 這個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的信心很夠 他覺得自己說的事是真的 他覺得真是今天不花紅露火 那你就查吧 如果是真的就查到夠了 另一個就是 他明知是假的 不過他就預了 預了最後被人查出來 那為什麼會預了呢 預了被人抓了 他仍然很鎮定 可以很鎮定地面對 那原因是什麼呢 應該可以做一個詳細一點的分析 另一個消息 林梓健被問話的時候 他就有律師陪同 他全程不發一言 保持監默 當然就是這個法律給他的權利 最後那個審訊 或者警方找到什麼證據 就判不判得到他入 他不覺得他入 這個就後話了 也有很多消息傳出來 現在的警方除了公開講 甚至是很嚴厲地譴責他 浪費警力之外 也有很多消息傳出來 兩個關鍵的消息 有閉路電視 找到一些片段 警方找到的 不是全真社找到的 拍到一些片段 就說林梓健安全地 一個人離開旺角 也有些片段 就說他出現在西貢 那麼這兩個片段 是未曝光的 他怎麼去西貢都不知道 如果這兩個片段 最後找到出來的話 就可能真相比較清楚 現在民主黨自己本身 胡志偉主席出來了 見記者 可以這麼說 已經在某程度上 跟林梓健切割 劃清界線 就是說 他說這個真相大白之後 就會嚴肅地向公眾交代 做成一件事 當初為什麼會 例如何俊仁 李柱銘 林卓廷等出來 開記者會 這樣 這個就是 這個民主黨的統一口徑 就是說 因為要保護 一個人的安全 唯一這件事 我覺得 是何俊仁會比我們更硬 他說到今天為止 他仍然相信 林梓健說一些事 是真的 沒有什麼 很清楚的證據 證明他講謊 他作為一個法律教人士 我覺得 這種嚴謹性 是有他的需要 就是說 讓證據說話 你會覺得 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用林梓健的說法 就叫匪而所思 為什麼匪而所思 我學王國健說 退一萬步 林梓健真的是造假 退一萬步 林梓健真的是造假 他騙警方 騙了他的黨友 甚至說他的釘是自己釘下去 我當是這樣 退一萬步 他說他是造假 他造假的動機是什麼 他為什麼要造假 他為什麼要造假 無非有以下這些可能性 網上傳說他會 藉此一炮兒童參加補選 我自己聽起來 真的是匪而所思 為什麼 如果他沒有說謊 那些人都可能說廣大會 一查查到他 機票都賣了 是不是 收了去讀神學 在美國 補什麼選 你說 哎呀 都可以補選 但是 老老實實 以他的知名度 以他的表現 以他的表達能力 表達的方式 大哥 不要說建制派 保住這個位置 只是說法文裡面 什麼時候輪到來 想創你的心 我覺得那個機會很少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沖住一地兩檢而來 這個就是很多建制派 為什麼會撲出來 第一時間插他 因為他希望直此去破壞 這個一地兩檢 我覺得 如果真的這樣想 就優子可憐 原因就是 好像黃國健說的 即使沒有一地兩檢 即現在沒有一地兩檢 如果真的有 對一萬勃來說 這件事是真的 即是說沒有一地兩檢 都會有 跨境執法 或者跨境犯法 是不是 即是 以前有 現在有 將來都有 有沒有一地兩檢 都是以前有 現在有 將來都有 那你不用用這個方式 去反一地兩檢 即是突顯一地兩檢的危害 是吧 那李波 很多 林明基的事件 沒有一地兩檢 我再早 再早 這個 即是說 在這個摩星嶺 拉了幾個公安 來香港執法 即是 那時候也沒有一地兩檢 那些禁書 禁記雜誌 出擺很多國安上去 跟老闆 總編輯聊天 那時候也沒有一地兩檢 為什麼 用這個突顯去反一地兩檢 如果真的這樣說 我覺得 就是 林志健 很幼稚 還有一個可能性 他真是病 他有迫害妄想症 有自殘傾向 這件事 也不難找到出來 是吧 有精神科醫生可以去判定 這樣 就是 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他如果做一個病人 他也是受害者 來的 還有另一個可能性 我自己覺得 都很難自信 很多人就這樣推理出來 大家要問 這件事 如果真的 就是 被揭發出來 最大的受害者 當然第一 就是林志健 自己本身 可能他一枝功 都沒有所謂 更加大的受害者 就是 直接受害的就是 民主黨 包括跟他 出來開記者會 的 馬田 李柱銘 何卓仁 坐在旁邊的林志健 李永达 那些 最大的受害者 就是他們 最大的受害者 就是他們 就是民主黨的形象 一波倒了 可能另一些大的受害者 可能就是 跟這個民主黨 一起發表聲明的 其他民主派的人士 包括公民黨 是吧 他可能就是那個 就是 受到這個 傷亡的 就是吸塑可能 直接衝擊的就是民主黨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 就是如果林志健是專門這樣做 他都知道 大家都明白 就是 明知的人都明白 都知道 就是香港的閉路電視 幾乎全天候四周圍都有 海灘都有 是不是 你不要說旺國寶蘭街 什麼 什麼行李頓街 那些地方 你怎麼走得掉 就是如果造假的話 是沒有辦法走得掉的 當然現在有懷疑 就是究竟那個 戴著 戴著頂帽 黑超 還有口罩的 那個肥仔 是不是就是林志健 即使是 那個是 他假裝 假裝 就是這個 就是想掩人耳目也好 那麼多閉路電視 是吧 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高度 去拍著你 尖手的 如果你幼稚到說 喂 我這樣 真的可以逃過警方的眼睛 我就覺得 他這樣做是想被人發現 他造假 然後 是不是因此對這個民主派 民主運動造成一個很大的衝擊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如果真的有這個可能性 林志健會是鬼 但是我是不呈現相信有這個可能性 不呈現相信 純粹是邏輯上的推理 有以上的可能性 就是說 如果退一萬步來講 他真的造假 那為什麼要造假 大家都要問這個問題 除了窮追猛打他造假之外 他抹黑中央政府 抹黑中央政府來做什麼 有些東西不抹都很黑 抹黑來做什麼 有時候就好像我上一條片說 有些建制派 覺得自己撿到寶 有些東西就不太驚大佬 去得太盡 例如王國健也好 李維琼也好 洩漏了國家機密 今天的大公報就 在社論 這篇是評論還是社論 在網上看 他説自釘自演可憐 利用醜劇可恥 第一就是砌林子健自釘自演 然後就說 李維琼也好 你知名林卓廷那班 就是利用醜劇 一段是這樣的 回歸以來 他們逢中必返 逢特必馬 外國愛港的前特首梁振英 更是他們的眼中釘 外國愛港的前特首 再前特首再前特首 其實他們不是的 在他們眼中 香港九七回歸結束英國殖民館治 已然不可逆轉回天佛術 但是香港和國家的距離拉開 而且越來越遠越好 卻是可以做到 和必須做到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說兩句就會距離拉開了嗎 不可能的 就是母親來的 只要人心不歸 香港就算要回歸 要有時候白搭 所以什麼游人也好 拉布也好 都只不過是表面文章 之後破壞一國兩制 阻撓港人和國家的聯繫 和情義 才是反對派 真正要達到目的 和用心所在 講到這裡 你不要發生李波事件 不要發生林文基事件 那就沒事了 不要發生劉霞 劉曉波 這樣就沒事了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最後一段是很過人的 眼前 高鐵通車就是他們的大敵 一但一地兩點成功施行 他們就不斷先了 正因如此 就連自釘自演這樣的醜劇 也要大家利用 有可謂 喪心病狂妖 我不太懂得的邏輯 這段最後最後結論 conclusion的邏輯是什麼 不過我又覺得 這位大公報的文章 或者社論這個寫手的水平 我覺得 令我大開眼界 因為 他真的比在這裡發表意見的五毛還低 雖然他們識字 我說大公報這個寫手 沒有粗口 不過如果水平這麼低 可以寫一篇評論 社論的話 可能是香港報業史裡面的 一個記錄 如果大家想對我作出實質的支持 就有一個方法 進來這個網誌 是我的網誌 你就會見到一個月定計劃的按鈕 當然你要有PayPal 也可以用PayPal 一次過去支持我 還有 如果你說要進去我的戶口 如果你有戶口號碼 你可以用Facebook來PM我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把劃戰支票寫我的名字 寄到以下這個地址 中英文也可以 在這裡我很衷心地感激 多謝大家 對我的支持 請繼續收看 心直口快